6. 星島日報 黃君霞神譚租性侵往事 2015年7月11日中國A25在奪得了1996阿特蘭大奧運會女子五千米冠軍後 黃君霞小小地退役了 上月底 黃君霞的第二任丈夫發布的新書首次披露了黃退役的驚天內幕 黃君霞增租教練馬俊仁性侵 黃君霞接受媒體月亮採訪 沒有否認性侵事件 但不願多談 據南方人物周刊報導 在內地舉國體制的體育制度下 運動員和教練的關係非常密切 黃君霞的教練是馬俊仁 他所帶領的隊伍叫馬家軍 遮囂的事 黃君霞奪官後就退役 與此同時 不少馬家軍也退役 當時被稱馬家軍兵變 前夫爆馬家軍兵變上月底 黃的第二任丈夫黃天文的新書《東方神錄》 我的太太黃君霞發布 書中透露 1994年12月 馬家軍在日本赴山縣進行交流活動期間 一天晚上 馬俊仁試圖對黃君霞性侵犯 黃反抗後逃脫 當晚 黃住在隊友曲雲霞的房間 心感恐懼 至此 黃打定主義離開馬家軍 在與隊友的交流中 發現很多人有類似的經歷 大家以前都敢怒不敢言 此番 眾人無火被點言 決定兵變 對於前夫出書 黃君霞在微博上公開回應 黃天文未經授權以大量失實內容 將保留法律渠道解決問題的權利 對於性侵事件 黃君霞在媒體採訪稱 要放下 大家一直為我明不平 從事實本身虛漢 對我來說是惡夢 但他從另一個方面力練了我的心智